這個結尾了,那後面的話其實就是再把什麼 再把剛剛的這個有沒有 品名啊,有沒有分割出來了 那一樣啊,請你把原始資料這邊 的舊資料 從A2,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向右,就是向右選 向下的話,向下選,那這最快啦,Delete 好,那一樣喔,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把 這幾個還原回來的話 有沒有,那其實喔 我好像也沒有做太多事情 其實我只是怎麼樣,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 然後改幾個地方 我看一下改幾個地方,有沒有把這個合併 所以呢,其實這個程式很多地方 都可以拿來當成範本的 而且還蠻好用的喔 那首先的話呢,當然我就拿剛剛這個 這段有沒有,複製一下 那我把它貼過來 那其實我 貼上去之後的話,大概改幾個地方喔 那主意啊,第一個就是說,總共幾個工作表 1,2,3,4,5個 那這邊幾個,2,3,3個而已 所以啦,我建議各位啦 總共幾個工作表喔 其實這個4喔 你也可以用讓它自己 自己去追蹤 它不是用那個Ctrl向下 而是用什麼呢 工作表 到底有幾個 數量 所以還記得吧,我前面有講過一個 叫做什麼 Shit.com 這個就是它總數啦 所以喔,你如果用Shit.com的話 那得到的就會是什麼 總共有幾個,那就 2,3,4,5,6 所以剛好這邊是6 所以2到6,那剛好就玩具一直到躺 全部跑完了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向下追蹤 這個剛剛一樣喔 追蹤的話,比如說玩具裡面有幾個 它就向下追蹤 所以就是從這邊玩具 Ctrl向下 得到244 所以呢244的話呢就是 幫我把A2到,這個改一下 應該是F啦,它有到F欄 F244 copy到 這邊的 A2 有沒有,所以一樣喔 這個K等於2 A2的位置 然後摳下來之後再加1 那再下一個 再下一個 基本上應該都OK了 所以其實我大概就改了這個 然後改了這個 好像就OK了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按F8 然後跑一下 然後記得喔 因為將來 按鈕會在這裡 所以記得喔,你要從 這個工作表開始 你不要切到別的 切到別的那就不准喔 切到別的的話呢 當然一定會出錯喔 OK,所以 這個地方喔 R應該是244吧 244沒錯,OK 然後那個範圍摳過來 所以玩具已經摳過來了 然後在向下追蹤 從K應該等於加了1就 245 OK 所以 Ctrl向下看一下 244加1,245沒錯 OK,那就是 幫我把 再來的查放在 245的地方 所以再來就查 扣過來 查過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查,然後再來CD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書,再來就躺 所以全部跑 跑完了,看一下 Ctrl向下 對 14 我好像後來有增加 14 1244 可是問題最後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他好像沒按照編號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按照編號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排序 當然你想說,老師我自己排序一下嘛 我可以這樣A到D一下不就好了 但是你想說 老師可是這樣還要自己手動呢 那可不可以最後乾脆 一次性全部幫我跑完了 其實如果你要按這個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動作 寫到VBA的話 其實 就是一行 那怎麼寫 其實那一行的話 你可以記得 如果你要按照哪一 哪一個儲存格排序的話 那你就是哪一個儲存格 跟他講 我要從RANGE A欄的話 記得從A1 A1這邊幫我排序 所以點SORT SO 有沒有 SORT這個就是排序 那空一格之後的話 他必須跟你要 至少你要加 三個條件 第一個的話是 哪個Key 理論上就是這個 RANGE A1 所以你就把 RANGE A1 直接再放到這邊來 鬥點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呢 排序 你要地增還是地減 我印象中好像預設是 地增 我忘記了 所以 沒辦法你就是在這邊加一個地增 地增的話是 X 那你會發現 地增 它是 XL Ascending 但是你不需要去背 你大概打一個 X就可以了 它會自己出現 地增就這個 地減就這個 所以地增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 其實這樣就排序了 不過有個地方 可能會常常出錯 哪個地方 有沒有HEADER 有沒有什麼呢 藍位名稱 他預設好像是沒有 沒有的話變成編號 也會跟著排 那不對啊 就跑掉了 所以記得 鬥點 這邊加一個參數 因為這參數比較後面 叫 HEADER 這個 HEADER等於YES 所以你就在這邊打一個HEADER 的參數名稱 叫 HEADER 貿後等於 貿後等於的話 就是說 這個參數一定要 所以呢 記得HEADER 一定要打貿後等於 就是帶 什麼樣參數 給 這個HEADER的參數 就是打 XLYES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OK 那如果你要排序的話 就把這一行加上去 你會發現 執行這一行 就等於是 我們把游標放在 A1 然後按一下資料裡面的 A到 Z 看一下結果 這個地方 跑一下 F8 OK 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行跑完的結果 就等於這邊排序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一行 基本上也 不太需要特別去 背吧 像我的習慣就是 很順的就打出來了 OK 但這很常用到 所以 我會 建議 你如果常用的 程式嘛 要不就是 把它貼到你的筆記 裡面 要不就是說 最好可以 把它 記起來了 我是 已經記起來 因為主要是理解的 那我常做 所以這個 還蠻常遇到的 這個程式的部分 我有把它貼到那個 問題2的程式碼 最下面這裡 就這一行 所以 如果假設你怕忘記的話 可以從這邊找找看 那這個當然我剛剛改什麼 改這個 順便把它 就這一個 去著點看 OK 然後 放大一下 另外的話 這個 F藍 藍數的話 本來是E 那把它改成F 其他好像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範本其實還蠻好用的 以後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上面 分割完 合併回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基本上 今天 我們主要就是 以那個 326 跟問題2 這兩個範例 為主 然後主要是做什麼 主要就是做 資料的 這個分割 有沒有 那分割的話 主要是跨工作表 然後並且呢 再把資料呢 合併回來 後面其實還有幾集 也是做合併跟分割 那當然我們慢慢會把那個 就是 練習的範圍 擴大 也許就是從那個 工作表 慢慢 往外推 到工作部 OK 或者其他檔案 或者甚至我們可以從外部 找那個網路 雲端的資料 甚至可以延伸出去 回去的話 我一樣會把影片轉檔上傳 所以你們回去 假設有些細節部分 還是有問題的話 那歡迎各位 可以再 把問題提出來 OK 那原則上今天的話 實驗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的話 就先講到這裡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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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